我的體脂肪下降了 然後我的體重下降了 我自己是覺得 蠻厲害的 覺得蠻有效 蠻有成果的 哈囉大家好 這是阿倫 最近呢 我真的是非常有感 就是我一回台灣就開始猛吃 然後呢最近拍的影片都是出去玩 去台中啊台南啊 都是包吃的行程 然後有一天我就看著我自己的臉 覺得好像真的不能在家下去 就真的真的變胖了 然後加上很多留言 就會說什麼 阿倫的臉好像越來越遠了 我就有發現這件事 於是乎我就開始研究 要如何減肥 就是大家的困擾這樣 那我就看到有一招叫做 狂吃肉也能瘦的生酮飲食法 欸?想說這超適合我 因為我就是一個肉食主義者 就平常我可以磕一直吃肉 然後不吃澱粉或其他東西 我就是蠻愛吃肉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應該蠻適合我的 於是乎呢我在前幾天 8月17號的時候就去測了這個 IN PARTY 好赤裸喔我的天啊 然後果然不負眾望 我的體重來到了74公斤 然後體脂肪的部分呢 來到了幾% 18.7 這應該是我有史以來人生最重的一次 因為我之前 就當兵的時候好像是15%左右 對那時候兩個是15%左右 然後去完韓國 加上前陣子抱吃之後 就變成18.7耶 有點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我們有沒有想說可能就是17左右吧 沒想到就是快20了 對那我就想說我來執行這個 生酮飲食法 30天然後實測給大家看 到底有沒有效果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進入實測吧 好的我要來分享一下我這30天呢 都吃些什麼 因為畢竟它叫做狂吃肉也能瘦嘛 所以呢這個減肥法的一個最大的種子就是 肉 對就是蛋白質啦 很多人很會說 那減少吃澱粉不就好了嗎 幹嘛特別吃那麼多 因為其實大家很流傳的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什麼少吃澱粉減肥法 但你其實少吃澱粉 你其他的營養素其他的熱量 就要再吃回去 所以不能只是單純你不吃澱粉 你其他像是肉類啊就是必須 或是一些豆腐啊 蛋白質類的東西 你就必須補充回去 他們兩個的原理有一點點像啊 然後這是我今天的午餐 通常午餐我會吃比較多 因為午餐比較能吃多一點點 我自己的狀況 然後我這是牛肉然後蝦子 然後再配上雞胸肉這樣 我通常選的肉呢都會是比較 油脂少一點點 但是我不會刻意選完全沒有油脂的那種 那其實啊它的變化方式其實也蠻多的 像是你可以煮 就是豬肋排啊或什麼 魚排啊海鮮類其實也都蠻可以的 然後蝦子這類的都很OK 雞胸肉當然不用說就是最OK 雞胸肉我會上網去買那種冷凍的 我覺得很方便 再來就是一個重點就是 青菜量要吃夠 因為其實像吃那麼多肉啊 就是排一邊算就是稍微的有點不順 所以呢青菜量一定要吃夠 我可能都會吃這樣一碗 因為我很懶 我就不喜歡去算什麼幾克啊或什麼 當然如果你是很專業的 你可以去算 不過我自己就是一個平感覺 然後跟我自己方便為主 譬如說像肉我可能就會煎兩份 就可能一份大概可能是200-300克 所以兩份可能就是500克左右 然後青菜就至少一碗這樣 我覺得這樣比較方便一點點 因為我真的是太懶了 當然如果你想要算那些克數的話 我覺得精準一點效果一定是更好 然後青菜我通常都是水煮而已 就沒有再特別另外的調味 挺多就是用炒的這樣 就是連做菜也很懶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我這幾天呢 這陣子都會吃些什麼 好 我現在就是要去運動的路上啦 那我每次去運動一次可能就是一個小時 有時候是健身教練課啊 有時候是自己去這樣子 那等一下就給你們看說我這30天 做了哪一些運動這樣 因為畢竟運動也是影響體重非常關鍵的一個項目嘛 好去運動 好 好的經過30天的努力後呢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看成果的 我30天實測減肥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我再過了30天後呢 去測了一個新的 inbody 然後這個是我30天前的 自己也覺得很緊張 嘿嘿 沒錯 就是經過了30天之後呢 我的體脂肪下降了2% 然後我的體重下降了3公斤 我自己是覺得 蠻厲害的 覺得蠻有效 蠻有成果的耶 因為我其實算是本來就是 體重正常 就身材算是蠻標準的人 所以呢 我覺得呢一個月瘦到3公斤 T脂肪降2% 我自己覺得 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大家也知道 如果你是相較於比較瘦啊 可能會比較標準的人 其實要減肥是比較難的 有時候就只差那2公斤 你就大標了 但是那2公斤就是 怎麼減都減不下來 所以呢我覺得利用一個月 可以讓我自己T脂肪下降2% 然後我的體脂肪重 也是差不多 降了2公斤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蠻開心的 這個減肥法是真的蠻厲害的耶 那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次實施的減肥 就是優點跟缺點好了 那這次的減肥 雖然是狂吃肉也能瘦 就是不吃澱粉 有點生酮飲食這種感覺 那它的優點呢 就是你可以吃的很好吃 對 不用挨餓 因為很多減肥法可能都要挨餓嘛 可是這個完全不用 你可以好好地吃飯 就好好進行吃你的肉跟菜 就都可以 再來 第二個優點呢 就是快速 因為其實一個月能達到 這樣的減重 我覺得算是蠻快速的 比起什麼運動啊 或是什麼 就是一些更痛苦的減肥 或是你可能就是少吃多動 可能都沒辦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但我只改變了就是 不吃澱粉這件事 就讓我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覺得算是蠻快速的 再來第三個優點就是 就是一點都不痛苦啦 因為相信大家也知道 就是很多減肥法就是非常的激烈 什麼只吃水果啊 或是每天都要去運動啊 什麼的 但其實我並沒有做那些事 但還是可以瘦下來 不過缺點也是蠻多的 第一個缺點呢 就是非常花錢 我以前一天呢 可能只花兩三百塊在餐肥上 一天兩三百 可是這個減肥法 你必須一直吃肉 一直吃蛋白質 所以變成一餐都會來到兩三百 非常燒錢 你 午餐晚餐 我通常一天吃兩餐而已 那午餐晚餐再加起來 可能就是五六百了 蠻貴的 就是有點燒錢啦 再來第二個缺點呢 就是 排便會有點不順暢 哈哈 畢竟大家也知道 就是狂吃肉就是 很容易有一點便秘的現象 我本來也是完全不便秘的人 可是因為實施了這個減肥法之後呢 就是有點不順暢 真的是 好啦不是有一點 是蠻不順暢的 因為我就算每一餐吃了 一碗的蔬菜 我自己覺得已經夠了 可是其實蔬菜量還是有點不夠 因為我排便還是有點不順暢 所以你本來有便秘的朋友呢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這個減肥法 然後再來第三個缺點呢 就是會變得稍微比較遲鈍一點 不過這一點呢 算是我朋友跟我分享的 因為他本來很愛吃澱粉類 可是他一下子突然 把澱粉都不吃了之後 他自己覺得自己有變遲鈍 就變笨的感覺 可是我自己是覺得還好啦 不過我身邊有兩三個朋友 都有說他們覺得有變笨的感覺 就是可能每個人體質有點不同 好開心喔 竟然真的瘦了 我原本預期沒有到那麼好的效果 不過現在就是覺得 還不錯 然後我原本的狀態是這樣 就是可能有一點點小肚子的狀態 但我現在呢 經過這個減肥法之後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有一點線條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蠻興奮的 不過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好奇的一點 應該就是 那我如果恢復正常吃的話 會不會又再度負胖 跟大家說 一定會 因為體重呢 就是反應你的生活型態嘛 那你今天如果是一個暴飲暴食的人 你就當然一定會胖啊 你怎麼可能一個月 就算不吃澱粉好了 瘦下來了 可是你下個月又開始狂吃猛吃 那就是一定還是會回去原本的體重啊 所以我覺得 減重這件事呢 就是 代表著你的生活 對 你要過這樣的生活呢 就會得到怎樣的重量 那我覺得這個減肥法 就很適合愛吃肉的人 因為你可能就會覺得 欸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可是我竟然就是變瘦了這樣 那比較注意的可能就是 吃肉也不能吃太多啦 就是每一餐還是要控制好你的熱量這樣 那這30天的實測呢 我自己是覺得 算是大成功 因為我預期呢 沒有那麼大的變化 沒想到就是 欸腹肌稍微出現了 然後呢 體重也下降了 然後 重點是 身邊的親朋好友 都覺得我變瘦了 艾波我沒有變瘦 有 真心的嗎 真心的 是不是有嚇到 有啊 你嚇到 他一直在那邊等我 對啊 真的很有用耶 我一直開始 叫大家多開始生同起來 就是因為真的蠻有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瘦的人呢 我覺得也蠻適合這種方法 好啦 以上呢 就是這次的實測 一個月的減肥 希望你們會喜歡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頻道 順便追蹤我的IG喔 謝謝大家 掰掰